和暧昧对象一起上班的内心活动 你以后不用接我了 没事 咱俩上班顺道 我天天接你 哎呀 他俩从一个车下来的 找一块去了 小脸你先上去吧 我等会再上去 咋的呢 一起走呗 咱俩分开走 我怕别人看着对你不好 老男人懂的还挺多的 哎呀 挺能成劲 还分开走 哎呀 小游咋没上去呢 哎 妈姐走 我咋没上去呢 我点的外卖咖啡马上到了 真能编呢 我也点了外卖 我陪你一起等 姐呢 我一会再下来吧 我先上去了 那我也一会再说吧 你啥也没点等啥呀 哎 哥姐 早啊 哎呀 这么巧 早 刚来啊 刚不刚来你心里没数啊 真能演 小脸咋来的呀 坐地铁呀 嗯 啊 坐地铁 你坐啥地铁呀 四个轮的地铁呀 今天挺堵啊 公司前面的路口堵半天呢 我们也是 好像有俩车刮上了前面 啊 我忘了 我坐地铁来的 小味道 你姐 你坐前面吧 我们坐后面 关上 当我不知道呢 两人坐后面没别耗屁 坐后面干啥呀 多危险啊 没事 别折 别折 我都热死我了 就知道你会热 这不敢让520吗 在首页左滑或点击顶部勾按钮 进统一上升超值购频道 搭配账片 官方补贴直将五折起 还可以叠加快点文件 给你买了一袋 和一粒星期划冰淇淋 零这堂没负担 省上的钱 我再给你挑点小礼物 我这棚上的爱意 当然肯定是你专属的啦 这么四处 哎呀 干啥呀 满身 看不着 这俩人是不是以为自己声音老小了 哎呀 你俩是不是挤啊 总动 啊 我不挤 哥 你挤吗 啊 我也不挤 我就说你变成了什么都听不着 对象还得偷摸处啊 刺激 第一次去暧昧对象家的内心活动 哥哥 你家装修挺好看的 嗯 你先坐喝点饮料啊 啥味啊 胖抽呢 哎呀 好像是我哥哥的脚 他打理我干啥呀 哎呀 这天热 我这脚 我上去就先啊 哎 好嘞 哥 哎呀 哥哥长得挺帅的 脚怎么伸啊 哎呀 凉快的 下碗喷热 哥 你好了吗 啊 天热了 我洗个手 哥哥 你这不明显刚洗完脚吗 那咋 我家刚装修 是不是有点味啊 哥哥 装修跟脚能一个味吗 你可真能整 也还行 你没啥味啊 咋没味呢 你就洗个脚的袜子也没洗啊 这屋可真热 你家没有窗户啊 啊 我这是高层窗户都封上了 你热啊 我都热成啥样了 都躺溜了 这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呀 显得我净事 小莲 你看到外面的太阳了吗 哦 看着了 咋的了 哥 我一定要成为你最耀眼的太阳 为你散发光芒和温暖 大哥 你可别整了 我都热成啥样了 还整这么油腻的 哎呀 你热我把空调给你打开呗 总算干的没事 哦 终于提前吹上了夏天的风 我把外套脱了 凉快 行 我给你挂上 哎呀 妈来的是不是时候啊 嗯 不是时候 纸呢 完了 没纸了 这咋出去了 我的妈呀 这不要我命吗 小莲 没事吧 啊 没事 哥 这也太远了 我咋过去呀 小莲 你真没事啊 你跟我没事 我有事 先起家的熊孩子 哎 大姐来了 哎呀 梁还家呢 来 叫小姨 都长这么大了 最近挺好的吧 姐 还行 你今天休息啊 听说你实习那咋样啊 还行 我就挣得太少 一月一千五 有没有地下呢 咋的了 宝宝 你干啥呀 这都我新买呢 老贵了 哎哎哎哎哎 你房子咋了 看着扎没扎着 你说你也是找了些东西干啥呀 你这我咋好几个月买呢 你都给它抠出来了 你这口红 你掰的干啥呀 你说你一月挣几个钱 你买这老鞋东西 虚荣 我花我的钱 你孩子给我整坏了咋整吧 啥咋整啊 那你不放好 那孩子小他懂啥呀 咱绕赔啊 哎呀行了小莲 大家也不常来 那坏了就再买呗 停啊 来来来 咱俩搂开来 嗯 哼 哼 老儿你会画画吗 我画得可好了 小姨想看看 往哪儿画呢 没有白色的呢 有有 妈妈的 白色的 哦 就是画的好看 妈妈肯定喜欢啊 好干嘛 没了 要这个呀 这个可不行 嗯 我上个洗手间啊 大姐晚上在这吃饭呗 不得了 差不多了 我里孩子回去了 宝啊 回家了 妈妈外套拿来来 拿拿看 你这个谁摆的 这讲的啥呀 这牵手 哎 这变生气啊大姐 那孩子小他懂啥呀 你别管 这孩子不知道 这手上天了哟 哎呦 这这衣服真快下了 挺贵吧 哎 大姐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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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心疼了 心疼了 大学宿舍不惯床单的室友 哎呦 这给我啥味啊 啊 刚才都开窗放半天了 还有吗 你俩准啥了 没有 是小莲 床单被账半年都没换了 半年没换了 这啥呀这是啊 哎呦 他穿的袜子 也不行 有时候就谁能跟他床单理下来 哎呦 这闹的 这小坤咋能这样呢 哎 你起来 你给他放里头 要不一会儿回来 他又该扎庙了 哎 你说咱几个都违反了提过好几回来 他怎么老是无动于衷呢 这他的性格 你说他八百遍也听不懂 这他大一 还有三年的 这床单被账半年不换 你睡的能得劲吗 主要是咱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呀 哎 哎 我讲解了 我这还有一套新的穿单被账 我又给他呗 他还高兴 还不上咱们感情 哎 我再聪明小脑瓜 情商太高了 哎呀 你们都在呢 回来了 哎 我买多了一套传单被罩 那小连给你吧 啊 送我了 哎呀 谢谢 那我先就换上 嗯 嗯 我这一双挖的个针呢 我找一个都孕了 我又给他给他洗洗了 对 小哥你快把窗户开开 咱放会儿都没味儿了 嗯 但你们发现没有 小连一到夏天体味有点太大了 那啥跟你说一下 你也天天洗脑的 我妈有时候也这样 嘎去我啥的 我这有香水 那个哥你这喷喷得来 互相包容呗 隔壁寝室不知道因为啥又干起来了 哎我都无语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寝室老大味儿了 那床袋不换 霸了不洗的 臭的红的 带伙们 你所有味儿呢 人家天天都洗澡的 人家嘎去我一点味儿都没有 你闻了什么味儿 有味儿吗 职场中的老油条 这方案做的谁能看懂 谁都不责人 王总是我是我 那个我没带我团队 我深刻反映自己的错误 你们所老大Tony今天挺有担当的 啊 哥 是不是俺们这些新员工没做好啊 跟你们没关系我去顶雷 哎王总 这是检讨书这是改好的方案 我们组吧确实新员工吧有点 哎不说别人了都怪我 新来的员工都在你们组吗 对王总 嗯年轻人多少有点散漫 我慢慢教他们 没事吧哥 没事扣我去叫 跟你们没关系 哎呀歇一会儿摸一会儿鱼吧 Tony你们组负责的数据整理好了吗 发我呗 哎呀明天再说吧 你这一天干点活不都耽误我们进度了 哎呀王总快下班了 我得干会儿活了 行行我今天加班都给你 啊 大家看看Tony的工作热情啊 老员工一点不懈怠啊 我瞧这老油条 呃那个项目比较急大家加我班啊 辛苦了 又加班真服了 哥姐咱公司总加班啊 还请你们偶尔 偶啥啊老加班也不给加班费 我们这些老灯就算了回家也没下事 你们这些年轻人多舒服啊 啊哥那就这么忍着啊 你不敢咋忍啊 我们都傻叔叔了 哪像你们00后有勇气整份职场 太过分了 拒绝加班 哎你别鲁莽我先去 哎王总 怎么了 王总我看你这两天加班挺辛苦 脖子不舒服 你试试这个SKG全息升级的口袋按摩仪 你随着随地用方便 它的脉冲钱也能减轻减压力 还有仿人手指压按摩 还挺疲劳 舒服 哎还挺方便啊 别按摩别热服 最近总加班你安抚一下新员工啊 哎呀安抚了王总 咱现在这06后吧 太有性格了 说不干活就不干活 反了他们了 哎哥努力了 你也听说了 跟我拍桌子呢 太过分了我去 妹妹的别去 他问你干啥呀 你当你的智商老油条 你别扛别人呀 哎我可没让他去啊 咋的了 老板把我开了 咋的了